就有了问题了 现在大家庭没有了小家了 小家也如是 他的后代能学好吗 那么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 董事长总经理是居上在位 他下面到什么扩张组长的时候 他这个小的领导也是在别人之上 他底下要管几个人 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之广了 领导无论你领导几个人 你不能不明理 你的行为不能不正 理有标准 正也有标准 那么今天的混乱现象 就是这个邪根正标准失掉了 我们一般讲价值观 混淆了 才造成今天的乱象 李医师说什么呢 在世间法里面讲 伦理 道德 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讲求 现在 全世界的人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关心 社会动乱 都希望社会能恢复到过去 那样的安定局面 在过去 东方有深仙的教育 西方有宗教的教育 宗教教育 就是深仙教育 每一个宗教 创始的人 都是大声大声 而且细细去观察 去阅读宗教的今天 哪一个宗教 不是教人为善呢 没有教人作物的 这个我们要懂啊 所以宗教是教育 用现在的话来说 所有宗教都是社会教育 我还是学校的教育 我也是教育 我不说 我是教育 但是我现在 我哒 是教育 呆